社团法人台中市水邦渔工艺协会翻山越岭 不辞辛劳的带着佛心再次来到华联县南区玉礼镇 理事长阮汉祥以及干部亲自带着桑葬慰问金 至东南礼仪社关怀时姓桑家 而这次的捐赠桑葬慰问金以及关怀行动 依然结合了善心理长江学文 李嘉良镇长龚文俊也到场感谢水邦渔的善知 社团法人台中市水邦渔工艺协会翻山越岭 不辞辛劳的带着佛心再次来到华联县南区玉礼镇 理事长以及干部亲自带着桑葬慰问金 到东南礼仪社关怀时姓桑家 我们就是必不容识 就是有地方需要帮助的我们都会出现 这次的捐赠桑葬慰问金以及关怀行动 依然结合了善心理长江学文 李嘉良镇长龚文俊也亲自到场感谢水邦渔的善知 安心说这些金钱办理后事的这些金钱 就能够赶快来完成他们的后事 这些是非常值得我们地方行政单位来歇息的 在此也代表哀家跟商家 感谢我们原理事长水邦渔公益协会 水邦渔理事长阮汉祥说 时常接收到花东两线商家无助的讯息 自己秉持着人与人之间互助精神和理念 能够帮助他人这岂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吗 只要有能力就多一份力 希望各界善心大德也能够共享审职 记者高松双玉李正采访报导